师父好 你好 这位先生是1961年属羊的 1961年属羊的 属羊是吧 他想看他的家庭和前途 先说他家庭吧 对不起师父 他是1961年属牛的 你看我忙不忙 好 先说他家庭 他呢 这个人的家庭啊 现在不好 跟他太太啊 很不好 对 对 他的命里边 有两次婚姻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过去 有没有 离过婚 有 鼓掌 所以 这个太太 再怎么跟你不好 你们基本上也不会离开 打打闹闹 也不会离开的 你这个太太嘴巴很厉害 你也厉害 对 所以你们整天吵架 对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要多念姐节奏 跟她多念心经 你的太太会转好的 你的太太为你这个家做了很多 对 人是很好 但是脾气不好 对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过日子 就必须两个人都念经 不要吃活的 好 好不好啊 还有 你自己年纪大一点了 有时候 有些女孩子喜欢你 你要自己稍微要当心一点 人家不是喜欢你的人 你长得也不好看 人家 是喜欢你这个人 比较喜欢用钱 比较大方 对人家都很大方 对不对啊 吓得来 吓得来合掌了 对不对啊 好 我告诉你 你自己呢 老实一点 好好过日子 学会念心经 在家里呢 客厅的当中 放一盆花 每个人家里客厅当中 放一盆花 它可以调节你们家的气场 因为花是活的 所以它会相生 不会让你相克 所以很多人的家里 放了很多的铁的东西 金属的东西 回到家就吵架 回到家就倒霉 如果在大家的客厅当中 放一盆花鲜花 那么你给你的太太 你试试看 回去 她就会对你好很多了 你给那些女朋友 买糖水的钱 省下来 买盆花 回到家里 就不吵架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 他想问他的前途 因为他从小学一年级 直到现在 他的事业不怎么好 那 他的前途不是说 一直到现在不好 他曾经 跟有一个人合作 做一个生意 好过几年的 对不对 跟有一个人 合作做生意 人家带着你做生意 有没有 有 就是你不安心 因为你觉得 我能做很多事情 台长告诉你 你一定要跟着人家做 你才能发点财 你不要一个人做 因为你这个人的命 是偏财运 没有 只是正财运 正财运的人 必须跟着人家 一起做 如果偏财运 就可以自己做 你明白不明白呀 明白 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跟你的老婆 虽然打打闹闹 你老婆给你 出了很多点子 让你化解了 很多的灾祸 所以你的老婆的话 你还要听的 你的老婆虽然凶 但是凶不一定 就是坏人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老婆帮你 出点点子 你还能赚点钱 你老婆不帮你 出点子 你钱都赚不到 我讲的对不对呀 对 对 对 看见了吗 好了 师傅 那他如何念 我帮他看看 我帮他看看 蛮可怜的 他钱不多 我看到家里 刚刚比较 比较穷的 穷归穷啊 房子还是蛮大的 没有 那 今年八月份以后 八月份以后 你会转点运 明白了吗 你就看看 有没有人来跟你合作 做点生意 如果有一个男的 来跟你做生意 你就跟他 跟着他先帮他做 做到时间 一两年之后 你可能 好好地修心的话 你可能会自己 有一个事业 好了 我已经讲到这里了 听得懂了吗 懂懂懂 谢谢 刚才真 你叫他不要来不及 把人家就甩了 刚刚人家把你提拔起来 来不及把人家甩了 这个不行的 这个做人都不行的 听得懂吗 懂懂懂 这个事情 你老婆都骂过你 明白不明白啊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了吗 好好念经 要教他念经的 好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感关心不上 感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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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师傅